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国的AI发展跟国外差距有多大 我觉得中国其实一直是一个应用层跑得特别快的一个国家 中国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快速的发展 它积累大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不管是企业的还是个人的 其实在AI的这个领域的话 它都能够有很多它的价值 如果从大模型的维度来说 肯定是美国走的最先 并且它比较领先 然后包括研发各方面 但中国现在也有一些大模型的公司 其实发展得也很快 在算力方面的话 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其实芯片还是短缺的 大家都在疯狂在抢 但在今年基本上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解决了 那国内的话 现在虽然百模大战已经趋于平稳 但是前三的话 比如说通益现在已经是开远了 包括百度也开远了 然后包括其实像KIMI 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它对于中文的理解 这要在中国它的理解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国内如果在完全跟国际脱轨的情况下 国内的大模型还是OK的 当然它可能在某一些医学上 或者在某一些 比如说可能我这边到了4.0 到了5.0的时候 我可能那边还在4.0到4.5的可能 它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差距 但是随着它的数据量 包括它的时间 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一些优势在里面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它的发展会不太一样 它可能更偏应用或者是行业重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但是它当大模型基本上现在也还是OK 因为现在国内跟国外用的实际上是同个技术路线 同个方法在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来讲的话 我认为它就只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完全追赶上 第二个完全追赶不上 什么时候会出现完全追赶不上呢 我们的模型训练是不断参数在数量级上 我们的训练卡也不断的上 从几千几万十万甚至百万千万 一次训练成本从几百万美金几千万美金几亿美金几亿美金几亿美金几十亿美金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中国在这一步一步的追赶里面 因为目前还是一个 如果从商业公司来讲的话 它就会出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的应用可能跑得快 但是中国在这些IT的技术的变现能力上 它不如海外墙 比如说OpenAI现在已经 今年应该有三十几亿美金的营收了 那这个点而讲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所以它可以有继续融到钱 它可以去投下一步 但是有可能中国到了某个节点 比如说百度 到了某个节点 它发现它把全年的营收拿出来 买卡去训练一次都不够了 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中国就可能就会居敢不上 所以只有这两个结果 但从目前来看的话 就看OpenAI能不能撕开下一张彩票 我个人的观点 我是觉得其实AI的竞争 其实它是人才的竞争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非常 竞争海量很高 其实我觉得像你说的算法算列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种方式解决的 那我觉得它更多人才的竞争 其实AI它有两个 一个是PMF 就是Product Market Feed 其实还有个叫TMF Technology Market Feed 你想做的事 这个技术现在能不能支持 我是觉得就是在我们不断探索PMF 或TMF的过程中 我是觉得其实华人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经验啊 包括就刚才说有很多的这种积累的 然后Cosumer side的积累 然后其实今天那个就是向来讲 就是说你三个吧 就是一个是Data 然后你的Algorithm 还有你的这个Computer 我觉得其实在这三个点上 我们并没有特别说哪块 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 如果Computer你进不了中国 你可以人出去找Computer嘛 所以我是觉得总是有方法的 我是比较乐观